HELLO 大家好 蝦彭 我是居然布丁 今天這集呢 是我們要回顧我們的 居然在煮水 喔 我也在煮水 HELLO 大家好 蝦彭 我是居然布丁 今天這集呢 是我們的歲末年中 就是我們剛剛才結束我們的瘋女人尾牙 我們就想說趁著尾牙之近呢 我們就是來聊一下我們到底今年發生的哪些事情 回顧一下 而且我們今天還有個dress code主題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就是 紅白 歌唱打扇 但是我們現在累到不行 因為我們剛剛尾牙開始笑笑 從尾牙我們就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三個就一直笑 然後笑到我們從尾牙餐廳走回來錄像我們還在笑 笑到被路人認出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發現 除了我的三個以外 我們其他員工和合作夥伴都安心都不行 都像觀眾一樣 對 可是我們有在認真笑啊 可是我們沒有出現之前他們安靜到不行 喔 我們一登場我們三個就實境秀 我們剛剛直播了三個小時 我剛剛覺得我們應該要負擔負責任就是hold住這個場面 所以我們想說這個氣氛很不融洽怎麼不是尾牙呢 所以我們就開始在講一大杯笑話 而且我們話題真的跳超遠 對 因為我們就是員工在找房子 我們就從房子開始 一路聊到家庭 聊到事業 生活 人生 所以我們聊到太昧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直播了三個小時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天腦在空白 我們現在就呈現一個恍生的狀態 然後我完全不知道要講什麼 好 這集就這樣 掰掰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留下按讚分享 我們下個頻道的影片見 掰掰 掰掰 還是這集就下伏筆是預告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下個節 每個影片都預告 不能上被騙喔 哈哈哈哈 我在黑畫面三十分鐘 然後大家想說一起來怎麼講 他們自己說 喔 後面有對死 這樣子 大家就想 啊 有彩蛋 哈哈哈哈 在彩 正片 然後電影正片是黑畫面 我實驗都不行 我每天實驗片老實會引以為傲 PROD OF ME 因為你應該是點了最好的實驗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的實驗片沒看 你的實驗片都沒聽看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要幹嘛 喔 我們現在要 我們現在要 talk about我們一整年 就回顧一下我們一整年 因為不得不說 2018年真的是 到處都是風女人 完全就是 怎麼講 在我經營頻道以來 就是非常大改變的一年 嗯 我咖啡太苦了 哈哈哈哈 我想說你怎麼Yuta乾杯 你知道我昨天剛好 參加高中同學會 然後他們在聊2018過好快 我說 我覺得我的2018過了 600多天 因為2008我真的做好 非常多 而且你知道因為我個性 是一個非常喜歡 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對不對 就我已經有個大概 大概想法跟方向 我就會去做 對 對 我不喜歡就是 拖東拖西 對 而且因為你知道我們這個市場競爭 是非常厲害的 就是我現在 對 對 對 所以我就覺得不行不行 我一有什麼idea的想法 我就想要趕快去做 所以包括去韓國批貨 對 你看我幾月 我四月跟你說我想要賣衣服 我六月就去批貨 對 我就是只籌備了兩個月 然後可能找老師上課 還是什麼 問一下人 然後我就馬上就去了 就去了 我還就存了一點點錢 然後我就想說好 我就把這些錢去拿去買衣服 什麼什麼的 我就直接去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然後我就想說 有我確定了 就是要在你家樓下開店 已經決定了 然後我就說 好 然後就說 蛤什麼 你要去韓國 就是我是 as soon as possible 因為你雖然這路程中 經歷過懷疑眼神 但是 因為那時候 因為那一陣子 我記印象很像 對 我那時候一直發病氣 我生氣 因為很多人就是一知道 你要做這件事情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就先懷疑你 然後先說 很難吧 很難做 賣不到我們的錢 而且我跟妳講 會很辛苦 然後你到時候 那什麼很多問題 就會說 OK shut up 跟妳P4 你們今天還在說 這只是OS 然後我就想跟大家講 沒有 當下沒有跟人家講出來 當下沒有跟人家講出來 我跟妳講 現在當時跟妳說過這些話 妳已經就 我抖一下 對 因為我今天尾牙就有聊到 關妳P4這句話的用法 因為我當下 關妳P4最大的用法 就是當下跟她說 好的 我知道了 好 謝謝 我會再就是想想看 我會再 有啊有啊 我有去上課做一些功課 什麼之類的 我想說就先試試看 再說什麼什麼 我想說你就是 我會想說你就是 關妳P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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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經歷過這些懷疑眼神之後呢 就越錯越有 因為我後來就覺得 其實說實在的 衣服真的不好賺 真的不好賺 真的不好賺 而且真的很累 然後去一趟韓國 妳也跟我去蘋果鍋 是不是傳播人讀 累到爆啊 累到爆啊 每天都不能睡覺欸 然後出貨什麼 沒日沒夜 然後因為我們又要做影片 所以我就是卡影片直播 影片直播 拍照 又要拍照什麼的 然後我就都 沒有時間好好休息 然後也弄了一團亂 就是跟我原本小菜也不一樣 因為我本來就是希望可以 好好的拍照啊 好好宣傳 幹嘛 根本沒有那個美國時間 最後就是隨便亂弄 趕快上線 然後要買的買不買就算了 隨便 對 然後我其實自己對於 經營網拍這件事情還沒有 就是我自己也沒有做到很滿意 可是我都覺得做這件事非常值得 所以你知道有人在那邊 跟我留言說什麼 啊為什麼要開台中 不當初一開始 哈哈哈哈哈哈 根本就想好得這個了吧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你沒有想過 那幹嘛不一開始就開在台北 乾你 謝謝 誰說我們都了解 沒有 不要 我再說我又要再講一次 我們畢業典禮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我們校長講過一句話 我們三個同業同業校長 在同一場畢業典禮他講說 很多人 你們一定忘記 我摸摸 他聽到很多學生問他說 我畢業後我是廣電系 可是我沒有做廣電系 可是我沒有做廣電相關 怎麼辦 會不會沒有用 校長講一句至理名言 他說你所經歷過的任何經歷 它都是有意義的 你如果念過廣電系的人 去從事設計業 你就是一個廣電思考思維的人 去做設計 你就會跟設計思維的人不一樣 不一樣 2018年就見證了這一段話 沒錯 因為我們所做的任何嘗試 它都是寶貴的 反正我們還是一樣 就是沒有跌倒啊 對 因為我來講 即便這件事情 目前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很成功 對 但他對我來講也不是失敗 對啊 所以我還是從中學習到非常多東西 而且我因為店開在台中 看我們認識了多少網友 對 真的就是 平常那些粉絲 就是我之前直播講過一件 就是 這些人平常在看我們的Walk或幹嘛 就是我們跟他是陌生人 對 但是他們就是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 就是他知道你在幹嘛 他知道你每天做什麼事情 你喜歡吃什麼 喝什麼 然後討厭什麼 不喜歡什麼 看有人送禮物知道我不喜歡廢物 對不對 然後每次送咖啡 都是加號碼幾朵 就是 你就會感受到 Oh my God We are family 就是 這些人很了解 我媽還來講 我媽去行吧 可是絕對不知道我要喝加號碼幾朵 媽是加號碼幾朵 媽是加號碼幾朵 反正 Anyway 就是 你會覺得這些都是很寶貴的經驗 而且這種人是真的有來台中電影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可以在我們店裡待兩三個小時 對 我們是會認認真真跟你們聊天的 對 然後一天當然有人就在跟我聊說 抱怨說 他男人要怎樣啊 他工作怎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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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考試什麼什麼 我要選什麼什麼科系 我要選什麼什麼工作 拜託我們就是一個心靈諮商的不是店 哈哈哈哈 解憂憂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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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老娘是非常耐心 然後聊完以後你走 換你走進來 那是怎麼拉手 然後我用我們的觀點了 對 然後我說不上廁所 然後我就上廁所 換他聊 用我聊一小時 直上一小時 你看 你不用付錢去找什麼CV 對 sorry it's over 對 好不好 所以對我來講都是很寶貝的經驗 對啦 所以其實說實在就是賣衣服這件事情 然後包括拍影片也是 就是我開始拍一些我自己覺得 應該這樣講吧 就是我經營頻道的初期 一直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 什麼會紅拍什麼 對 就是這個我在QA影片就講過 什麼會紅就拍照 所以我已經很清楚知道 啊這主題會中 這主題可能很多人有興趣 這主題大概什麼人會看 但是2018的後半段我都在拍 我自己想拍東西 對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 雖然其實很明顯你會感受到 可能點閱會往下掉 或者是他可能就沒有像以前這樣會突然突然往進 可是 他們就反而是更了解你這個人 而且更知道說 OK你今天做了這個決定 他們知道你為什麼做這個決定 而且他們會支持你做這個決定 我覺得這個是後半年我感受到非常深刻 尤其是加上開了不是店這件事之後 因為你開始跟粉絲可以近距離接觸 你就可以更感受到說 哇他們完全知道你在想什麼 就是他知道你 你為什麼想要拍這樣的影片 或者是他知道你為什麼現在不想拍影片 幹嘛你在哭 沒有我老闆你 我想說 我老闆你了 你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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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講那麼正經的事 那我講一下 所以我現在已經忍耐 然後我就開始犯淚 是有面嗎 我剛剛講到哪裡啊 終於做了這個決定 別人怎麼說我不理 只有你也一樣的肯定 我願意 天涯海角都隨你去 知道一切不容易 沒錯我剛剛講到那個 這真的是我的心聲 這聲音聲啊 對啊 沒有因為我覺得2018年 我們都算是彼此嘗試了很大的 就嘗試了很多東西 然後因為嘗試新事物需要勇氣 對 確實是這樣 沒有在根本開玩笑 因為我們其實做了蠻多很多人 你知道嗎 我最常收到的就是 人家來私訊問我說 太太我想要做一件什麼事情 我要怎麼做 然後我就說 我想要幹嘛幹嘛 可是怎樣怎樣 講了十條理由之後 所以我沒辦法做 我都會有點不爽 我就覺得說 你以為我們現在這樣很容易嗎 沒有 沒有 我們也是 經歷過很多懷疑演繩 太多講一下別亂歌詞好不好 真的 你看像我批貨 我那時候去批貨 我真的把我所有的存款都拿去批貨 我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就是我把我那一階段所有存到的錢 就通通砸到韓國買衣服 因為Apple就是一個 我覺得Apple就是一個很有想法 可是它的想法可能只會 就是這個想法只會持續一個禮拜 如果你沒有在這個禮拜 或這個月內去執行它 這個火花就過了 我覺得就是2018年 因為我們現在是YouTuber之後 就是我覺得我們職業的轉方 因為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做 2017 你從2017開始 2018是全新的一個時候 對 所以我覺得你從這個時候開始 因為我們能自由分配時間 跟金錢的自由度變高了 對 所以我們就變成說 在那時間我們比較能夠去嘗試很多事情 是 所以我覺得 欸我覺得什麼 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 就這樣 我從沒結論 就是我們可以做 我剛剛邊講然後就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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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接受到失憶女有多嚴重 你知道我們剛剛在開錄的 前三分鐘 我們就坐在這裡發呆 發呆 你們知道這支影片的主題其實是 我講 他提議 然後我就講了 我講了一段話之後 Apple聽到我講那段話 他就說 我們可以來錄什麼什麼什麼 就來錄這一集 我說好啊 然後再過半個月 他剛剛問我說 欸那你要講那段話 我說我完全忘記了 沒有寫下來 過了 就在某一天我化妝 然後走進到房間 我講一段話 我說因為你 影響了我 是 而造就了現在的我 阿剛是這樣 我沒事 只有阿剛沒有劇本 Sorry 我想不起來 我真的想不起來 但是應該就是說 我其實後半年還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包括今年最大的事情 就是在2019 我們真的開了自己的公司 公司 然後我在2018後半年 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對他們兩個 就是有一點嚴厲 就是因為我個人是控制框 可能會給你們很多難見 所以我會覺得說 欸我覺得你的頻道 應該要往什麼什麼方向走 你的頻道應該要往什麼什麼方向走 就是我們要有關聯 但是又是自己的東西 硬講說我們三個兒其實 就是調性蠻像也是像 可是我也希望我們不要太像 對 就是我也希望我們可以各自走各自走 因為當初我們為什麼三個兒 會三個頻道 就是一定現在很多人 廠商都覺得夢名其妙 對 然後每次有帶以上在廠商來報價 他會想說 嗯為什麼又有泰拉的頻道 又有風靈人 又有風靈人 然後又有風靈人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在很初期的時候 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其實三個各自喜歡的東西 很不一樣 真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說實在 泰拉在那邊拍 他喜歡男人啊 我真的沒有興趣 然後你在療癒小飛舞 對 對然後我就覺得 小飛舞 完全沒有興趣 所以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那你好好去開發人物 對 你也好好去開發人物 然後我可能就好好開發人物 因為譬如說 譬如說我對穿搭很有興趣 可是我派穿搭說你們要幹嘛 對啊 就是我們總不能永遠綁在一起 所以我就會覺得 那我們各自發展各自的興趣 這才是做影片最大的樂趣 可是這個頻道一下又有你的東西 又有他的東西 又有他的東西 就是他很散 又亂到不行 所以我們在很初期 很初期的時候 就決定說OK 我們就各自做各自的事 那當然就是 因為有人就沒有殷勤的更新 所以成長度比較緩慢 那這個就算了 因為並肩人家上班 也有上班 day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不斷要特別的嚴苛 那但是有人呢 就是希望可以好好透過 這個頻道 然後好好的發展自己 我就會開始對泰拉麵嚴格 所以 因為最近很多人在想說 為什麼三個人合體面變少了 有很多原因 對其實有很多原因 因為其實 我可以講嗎 就是 就是我有一陣子很低 超美的一陣子 可以講這件事情 就其實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 你們兩個在台北 然後我在台中 所以在地理位置上 其實我們是不太容易聚在一起 對 然後加上就是 反正對有一陣子 其實我們那時候是覺得 呃 你們兩個有比較長一起拍影片 真的可以講嗎 可以啊 好 就有一陣子呢 我就覺得你們兩個比較長一起拍影片 然後我就有一種覺得 後航一個人 在台中 然後因為那陣子開始 因為其實2018年 我發現說 呃 做泰拉比做 陳列設計 容易一點點 就是 比較容易讓我沒有那麼疲累 因為你知道面對客人什麼 然後經常都是長時間的 溝通會讓我很疲憊 然後最後都會罵客人 然後這個case 所以 我開始在2018年做了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就是把重心轉過來這一邊 對 所以大家應該有發現我2018下半年 就是我出片兩邊做 對 可是當你很積極投入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開始變得很小氣 就我會去計較說 而且你本來就是小氣的人 我本來就是一個心思很細膩的人 我本來就是一個心思很細膩的人 你跟App 因為好我先講為什麼我那道事情不好 我那道事情不好 我那道事情不好就是覺得 我覺得Apple比較重視布丁 然後沒有那個重視我 然後我還問經紀人說 你會不會覺得Apple比較喜歡布丁 然後我還問布丁說 你會不會覺得Apple不喜歡我 然後後來 有一天你來我家 我比較喜歡我的鼻鼻 有一天你來台中 我就很認真跟你聊這件事情 我就跟你說 我就跟你說 我就很坦白告訴你我的想法 然後你就這樣 因為你完全沒有想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今天就說 因為我哪個個性跟它相反 我是一個很細膩很細膩很細膩很鑽牛角之類的人 你是一個很大而化之人 就很多事情其實你沒有 care 因為我 care了一點 小到什麼程度 小到我今天發了一支芯片 然後跟 然後布丁可能昨天發了一支芯片 你就有在布丁影片下面留言 然後我發的芯片裡面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就想說 Apple是不是覺得 不太喜歡布丁影片 不喜歡我的影片 就為這種事情糾結 但最後我就直接跟他當事人講 因為一開始我跟晴晴聊了很久 最後我發現不對 我直接面對當事人 我直接問你 然後你就講了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你就說 因為布丁不穩定出片 所以他的頻道的觀看數 經常是起起伏伏的 所以你幫布丁分享 幫布丁按讚 幫布丁留言 都是一種增加互動的方式 然後你覺得我這邊 你就是真的看到你有感覺 你才會留言 那你看到沒感覺 你就是過去 欸你是這樣 對 他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他覺得我頻道比較穩定 我用一個非常專業的角度 在看影片 然後他再一大條 對 然後我就想開了 而且重點是 重點是 因為一開始你以為我心情不好 是因為你對我太廉立 對 他以為是他一直在批判說 你怎麼沒有做什麼 是什麼 然後我就說 你們完全不了解我 我是一個不害怕你們指責 我說我今天哪一做不好 什麼時候 我是害怕你們 就是完全不在乎我 就是好像說 對 因為我那時候剛剛講說 我跟你說你要跟我討論 你要跟我吵架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讓我覺得你有在在乎這件事情 因為後來我們今天講的很重要 他說照Apple的個性 如果他不喜歡你 他不在乎你 你早就不在這個團體裡面 我覺得今天可以講 改一件事情 其實是因為 我會開始少跟你一起合拍 因為以前是這樣 你早就上台北 我們就說那不然我們來拍一個什麼 嗯 這件事情開始越來越少 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你要去拍你自己的東西 嗯 所以我自己有什麼 比如說我們最近可能拍了一些開箱 或幹嘛 我就覺得那其實我們自己兩個拍掉就好 對 重點還有一個原因是 我們要開始頻繁更新影片 對 所以 我等你上台北也是很麻煩 對 然後 就是我們三個要聚在一起 其實是很麻煩 因為我們就相隔很遠 對 所以就變成說 那我們就不要這麼麻煩 其實你每次上來 也都是有工作幹嘛 就很累 你看我們今天尾牙 你看尾牙結束我們還在拍 現在已經12點 我們還在拍一遍 所以就是 我就會覺得說 那就不用這麼麻煩很累 就是我跟布丁 反正現在剛好要住在一起 我們就很快速可以解決掉 我就覺得這樣就OK了 那你就更新自己的東西 就是你有想拍的主題 你就去拍你想做的主題 沒有一定要跟我綁在一起 我也沒有一定要跟布丁綁在一起 那 我自己也很希望我們粉絲可以理解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就不需要綁在一起 但我們可以合體就 也很好 對 就是跟在一起一樣 對啊 因為我已經不只一個人問我 為什麼我們三個人和聽天變那麼熟 因為我們那天去 因為我們那天去跟小凱老師拍片 小凱老師說 為什麼都沒有出現 你們鬧翻了 對啊 我們鬧翻了 而且我還說 他還說 沒有啦 這是因為他在台中比較遠 他說這是官方說法對不對 對 對 小凱老師就是心機梗重 對啊 對啊 為了你今天就這樣特地合體拍的主題 對啊 對啊 還故意dress code給大家看 我們就是 王魂自己的SHE 對啊 一趴就這樣 我回去我 拜拜 沒有啦 我跟你講我們的感情 我不得不說 就是真的就這樣 我們有跟誰比較熟 跟誰比較不熟 可是我們三個是 現在我們三個是越來越好 而且我剛才說 因為你們搬到這個房子來 我現在上來台北以後 你知道我們就真的很像SHE的宿舍 對 我們就是一個女生 就我們三個聚集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會聚集 就算我們沒有拍影片 我們也會討論一些東西 而這東西就會衍生成我們之後的東西 對 而且你剛才講 越來越好是填布甄的公司 對啊 進化娛樂 對啊 我也希望我們可以合成 美好 希望我們可以進化 對 因為不得的說 我們三個是完全不同個性 完全不同 反正對我們是完全不同 對 而且我們喜歡的東西真的非常不一樣 不一樣 我喜歡BAN太帥 我跟你講 如果你們可以接受SHE 分開又合體 你就可以接受我們三個分開又合體 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竟然一直把ZB 我們真的非常不要我們 我們唯一不一樣的是 我們三個今年度合到一個公司 哈哈哈哈 他那三個自己開了三個公司 很賤 希望我們以後可以有錢到需要開三間公司 哈哈哈哈 其實2018年是我們一個過渡期 因為真的是過渡期 因為我後半年一直都在 大家一直覺得我們為什麼沒有一些新的企劃出來 就是因為 後半年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是 我一直在趕著出業配 對 就是 我這個禮拜拍的這支影片 下個禮拜要出業配 然後就一直在 keep那個巡迴當中 就是這個禮拜的商案要先結束 再等下個禮拜商案又要結束 然後我們就沒有時間做任何新的東西 因為我就必須要趕快繼續下去 那當然我確實 承讓我自己 商案接的有點多 那原因就是因為我很希望 我們可以有自己的團隊 因為我後半年很認真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成立 成立 喔不是成立公司 成立公司 真的弄得很煩很累 然後 就是我後半年真的情緒 挺多很大 我每天吸引到很叉 臉很臭 然後可能有時候太陽來的 然後就這樣 嗯好 就是 你沒有一直過來合適了 就是 或者是就走一走 我快沒事 哈哈哈哈 我心裡沒掉 然後我在那邊檢查 他說 你今天神經都沒出門喔 我說 哈哈哈哈哈哈 照照標文 哈哈哈哈 對 就是 就是後半年真的有點過渡期 然後就 可是我覺得也算熬過那個 熬過那個時間 對啊 我跟你講我們今天這影片就告訴你們說 你們看到的那一些都沒有這麼容易 真的 我覺得結論就這樣 是 想要結論就是我們也是人 你們所經歷的痛苦 我們也都在經歷 因為你想要有一件好的事情 你一定會經歷很多努力跟付出 你是有辦法得到那個 不然 不然美好的結果就不叫美好的結果 對 所以你有美好的結果嗎 有 我覺得不錯啊 我覺得我2018年算是微成長的一年啊 其實布丁真的有認真在成長 但是我其實也是受你們兩個影響 就我2017年年底的時候 就有算是小的下定決定說 我好像可以開始出片 穩定出片 但是 確實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布丁後來跟我找房子 住在這裡 以前布丁是不願意跟我合租房子 這個是最大的概念 對 因為這件事情我剛才在講 我跟你講 我從大學畢業出社會 我跟布丁當過同事 我一直在找房子的時候 我一直在問布丁說 欸我們可不可以一起找房子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省錢 然後你知道怎麼樣 他有超多理由 他就是要住在他那個套房裡面 我在台北的時候也一直不斷遇到 對然後因為他有很多元 譬如說他就是一個很安逸的人 他就覺得他習慣那個區域了或幹嘛 所以那個一開始的契機其實就是 我找到一個房子在他家附近 然後我就想說 我只是想要跟Sherry說 那個房子是他家附近 然後我們以後就可以常見面啊拍片什麼的 殊不知他看到那個房子 就說我可以耶這樣 然後我們才開始 但那個房子後來沒有租成 所以就 我們就開始一直 那我就說欸那沒有租成你還要嗎 他說他OK 因為他最近有在想說 是不是要換個新環境 因為房間太小不好拍片 太棒 他就終於願意翻出來了 我真的是痛不流涕 真的你沒看到而已 欸我聽到的時候我其實有點不爽 我想說 OK 我從畢業 我是你死生最好的室友 然後我從你畢業 我從退伍 在台北開始 every single week 每次見面我就問你說 我這次要找房子 你還不跟我一起找 他就說 哎呀不用啦 我說你這房子沒有在外窗 你也要 沒有 因為大學住三年了 我想要一個人住啊 一開始 反正anyway後來 因為他可以找到租商品或幹嘛 I know 好辣 反正anyway後來 我覺得應該你是從今年下半年才開始 下半年啦 因為他最近就是想要穩定出片的時候 因為我有親自看過他在他舅家拍片 多辛苦你知道 他要先愚公移山之後 他才會好 拍完要再移回來 對 他家就只有這麼大 哈哈哈哈 所以後來他就跟我講 我真的是驚訝都不幸耶 我就覺得這個真的是 Judette 最大改變 願意離開他那個套房 對 你成功離開一個舒適圈 好好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開公司的時候 我有順便問他這件事情 我說你到底是希望像太太一樣 專心地弄自己的頻道 還是說你還是做一個輔助的角色 然後偶爾更新影片 因為就是做你喜歡的事情 你猜他選什麼 他就選後者 選後者 但因為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因為我跟你說今天還要跟大家理性的觀念 就是沒有一定什麼 就是沒有一定什麼事情一定要怎樣做 就是對 你要上大 天啊 不要你上大字 OK 就是 一件事情沒有一定要怎樣 哈哈哈哈 一件事情沒有一定要怎麼做 對 一件事情沒有一定要怎麼做 對 就是對巨蛋不定而言 你就是去評估嘛 他有很穩定的工作 對 然後他也喜歡他真的工作 那幹嘛要離職 對 我們是因為我們不得已才離職啊 對 或我們真的要做什麼我們才離職 他就沒有嘛 所以我就會覺得 OK那你這樣很好啊 那與他現在狀態做最好的打算 就是這個樣子 對 就是你 他的穩定就是這樣穩定 然後他可以配合我們一起拍片 或是配合我們剪片 我就覺得 這個也是他今年很大的一個成長 所以我就覺得 而且他其實找到有他的入書 對 因為我那時候就一直在跟他研究說 你到底適合懂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就給他幾個方向 就譬如說廢物什麼的 我說你根本就廢物專家 辦公室 什麼之類的 然後再來就吃東西 然後地板就有愛吃東西 什麼幹嘛 然後看展裡面是誤打誤撞的一個錄 真的耶 對 因為他就想看展的時候我還 就沒表情 然後我想說 我當天其實只是想說 好啊 因為你平常都陪我拍這麼多影片 我想說還是怎麼陪你去一下 對就幫我拍一下 結果殊不知你不想看成這件事情變成一個超好的 變成一個超好的 變成一個超好的 而且還可以拍美照 多棒 對因為我很會拍 我跟你講廢物最大的改變就是變成一個攝影師 對 CALL ME PHOTOGRAPHER OK 而且看我口罩那一隻 因為我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真的是很夢想 人就是會有一天突然之間 就是突然變得很厲害 對 就是 就某個moment 我現在已經完完全全就是 打敗居在目的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我以為說 欸你來幫我拍照 對 哈哈哈哈 不過為什麼 你知道就突然那個臉就打開了 然後你就覺得 欸就是拍什麼照如魚得水這樣子 我就覺得今年真的還是一個改變 哈哈哈哈 那今年有好多改變 對啊 我真的超多改變了啊 對 而且因為全職做了 又整整一年嘛 你看我們去年是吃尾牙什麼什麼之類的 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很喜歡接一夜 非常喜歡拍商愛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廠商會讓我們 接觸到更多不一樣領域的事情 對 包括出國也好啊 然後包括拍廣告 你看我們就是還跟大明星拍廣告 我們還拍了MV 當MV女主角 對 就是這些都是你生活不可能會遇到的事情 如果我一直就關在自己家裡拍片 永遠不會發生這些事情 對 都是因為我們有很愛護我們的廠商 願意讓我們做這些嘗試 然後願意讓我們出國 相信我們會拍美照 或者每顆漂亮的影片回來 什麼之類 就是 我就是覺得 因為有這些 機會 然後讓我的惡靈一半身過得非常充實 就是真的是 就是你不會 人生不會想到說 我還可以做這麼多事情 就是真的都沒有想過這件事 所以我就覺得 算是 怎麼講 就算是我 對我2018年 就是畫在一個很完美的句點 因為我生日的時候 有講說 我就沒有願望 對 就是我覺得 因為現在這段該時間都是 對 就是我覺得我沒有 更想要得到什麼事情 或更想做什麼都沒有 我就覺得這樣子很好 那這就是我2018最大的願望 就是一直keep這個事情下去 對 那當然我們開了新公司 就會有一些壓力嘛 譬如說我最近開始說 啊就是這第二個薪水啊 嗯 房租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也是一個莫大的壓力之一壓 在我們的肩上 對 因為她一天在看報表 看完之後就跟她一天說 蛤?我們賺這麼少啊 哈哈哈哈 然後她一天就說 不然勒 妳要活在妳的美夢裡面 喔 我的媽媽 妳好大 早知道生日後 就許賺大器 對啊 好啦 這支影片差不多也該結束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喔 對 而且這支影片長到 好也不好意思叫大家分享 分享個屁 如果妳看完這支影片 妳真的對我們有什麼心理 好 希望大家留點 歡迎在下面有答案 因為就是比如說 妳也覺得我們是不是跟她弄翻了 對 很多question 想要問只是可以在下面 或者是希望我們合體 就是合體 然後排名 合體可以聊什麼也可以 對 近了一點我會希望 可能盡量我們每個月 可能有一支影片 是三人合體 對 然後聊個主題 對 就是還是滿足笑大家的願望 對 好啦 我們會更加油的 祝大家 新年快樂 恭喜 做事發一發大聲 好遠遠遠 當度愛的用語態 公司大家 看著做問題 多個龍茶 多個龍茶 多多個龍茶 來多個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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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D龍的頻道 - 大家看到了! - 大家看到了! 拜拜!